继续今天的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乌尔战争 巴赫姆特虽然遭到了俄军多面的包围 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仍然定调 乌克兰没有地方应该被抛弃 而且还下令要增援兵力 武器到巴赫姆特这边 反而是俄罗斯这方又闹内侯 瓦格纳佣兵团再度向普清喊话 如果再拿不到弹药 他们就要放弃攻打巴赫姆特了 提着枪撞破大门 隔着一条走廊 俄乌两军近距离交货 另一边乌克兰BMP-2步兵战车 对着躲在民宅后的俄军狂轰 巴赫姆特每个角落烟消四起 6 березня 2023-го року 强烈尔巴赫姆特 Незламный 巴赫姆特 стоїть 把火生想就是巴赫姆特大战 还在持续地证明 俄军加大攻势 步兵团一次比一次大阵仗 吴军到底会不会往西撤退 泽姆特斯基亲上火线 怒斥假消息 反天飞 обидва генерали відповіли не відходити і посилюватись ця позиція була одноголосно підтримана Ставкою іншої позиції не було я сказав головкуму знайти відповідні сили щоб допомогти хлопцям у бахмуті 破除棄手谣言 不撤退 还要增兵死守 乌克兰堵的是这个 的确俄罗斯攻击巴赫姆特主力 瓦格纳佣兵 又吵着没拿到补给弹药 悲观预测 再拿不到子弹 俄军就会全面崩溃战败 瓦格纳头子普里格金 担心自己成了戴罪羔羊 但这个佣兵团 的确仗着战功逐渐作大 根据一位乌军指挥官说法 俄军推进巴赫姆特速度 正在放慢 最新画面又有五辆俄罗斯坦克 被炸成碎片 一战景象百年后重演 俄乌就在比这场消耗战 谁的资源比较快用光 北约说俄军占损五倍 乌克兰声称更高达七倍 谁能胜出还很难讲 倒是美国官方似乎开始消毒 为巴赫姆特可能陷落 做心理准备 我觉得是比方法更重要的 比方法更重要的 所以巴赫姆特的缺乌 不一定会认为 俄军人会改变这场战 不管巴赫姆特谁拿下 当地居民还是最苦的一群 最后一班撤离接驳车 开进战区 凑凑往忙 行李抛了就得快离开 还有人不愿意走 老爷爷从地窖探出头 收下物资包裹 对这些居民来说 巴赫姆特大战 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TVBS新闻中国报道 而针对这场长期消耗的 俄乌战争 中国大陆其实非常希望 俄罗斯不要输 因为这两个国家 有着共同利益 所以不断有消息 也指出中国大陆有意 要支援俄罗斯 恐怕不是空穴来风的消息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和 好 物战争 这么长久以来的时间 大家也很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上 到底态度是什么 有没有来支援俄罗斯呢 那么现在就连美方 他们虽然说 没有找到关键的证据 所以足以证明说 中国大陆有支援俄罗斯 不过确实美方之前坦言说 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看到包含布林肯 曾经就直言说 如果采线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同时也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可是你看到拜登 他的谈话就相当的谨慎了 他说估计中国大陆是不会支援俄罗斯武器的 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说 比较担心的恐怕是在一些底下台面下的东西 比方说像是德国脑曼基金会的主任 就提到说美方忧虑的是建立在没有公开的数据 甚至也有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位雷迦达 就提到说像是一些非杀伤性的武器 比方说半导体技术 很可能已经是有相关的一些情报的交流了 那也确实从这个利益关系来看 中俄关系过去都相当的紧密 而且如果普京一旦失败的话 也不符合北京的利益 因为如果发生政变的话 恐怕让俄罗斯是靠拢民主国家的 而政治动荡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也很可能会遭受到波及 波利益方面顾虑到军援 可能让欧美制裁 也会重伤中国大陆的经济 再来是也会担心说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 而俄罗斯为了压抑国内的反战声 让加大监控的力道 现在更开始进行洗脑的一些动作 像是利用乌克兰的孤儿进行大内宣 包括把一名13岁的乌克兰女孩 带到莫斯科的造势大会 要她当众感谢俄军的救命之恩 甚至说他们是她的再造父母等等 这段画面传回乌克兰 小女孩的家乡亲人 则痛批俄罗斯实在太超过了 直呼他们根本不敢看这个画面 俄军用2S5自走炮攻击乌军 展现前线强大火力 还有 特意让随行的新闻官拍下发射炮弹 这一幕凸显俄军坦克部队配合空中侦察 俄罗斯国防部特别要强调部队作战协调流畅 但实际上 不只是从俄罗斯各地被调往乌东前线的职业军员 拍片控诉前线混乱 被动员上前线的后备役 更抱怨他们被当炮灰 俄罗斯前线真实情况被消音 士兵只能透过Telegram等平台求救 但另一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搭上直升机 前往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 视察崭新的医院等等 小伊古这几天频繁到乌东等地走动 象征俄罗斯势力稳固 马里乌波尔是在去年5月20号沦陷 被俄罗斯占领 现在连这里的孩子们都成了俄罗斯大内宣的题材 画面正中间黑短发 穿着灰色羽绒衣的女孩 是13岁的安亚 她来自乌克兰 却登上了莫斯科保卫祖国日 造势大会现场 被安排要感谢俄军救命之恩 旁边主持人还感动事累 这一幕让和安亚走散的亲友看傻眼 这一位大姐曾经和安亚一家人 一起在马里乌波尔的地下避难所躲了三个月 目睹安亚的妈妈被俄军杀死 之后安亚和弟弟妹妹被迫强行分开送到马里乌波尔的寄养家庭 完全不懂为什么安亚会被选中送到莫斯科的造势大会 为俄军赞下 事实上像安亚这样被迫重新洗牌记忆的离散儿童 还真不少 而安亚更因为登台造势成为乌克兰网友威胁的新目标 有人还抢她收复之后就要找她报复 而俄罗斯对内宣传手段不止如此 克里姆林宫更把境内的反普清势力 俄罗斯自愿军直接抹黑成为乌克兰作战的恐怖分子 指控俄罗斯自愿军在边界朝平民开火 直指乌克兰就是幕后黑手 尽管西方媒体不断报道 但是克里姆林宫强力控制的数位铁幕 仍然让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普清说的西方威胁深信不疑 这场俄乌战也是一场认知战 乌克兰还整理了一份俄罗斯大外宣词典 破解俄罗斯的惯用话术 还有只要是和俄罗斯官方说法相反的事实都被称为假消息 克里姆林宫极尽所能管控讯息大内宣 恐怕还是为了消灭反战声音 要让对乌克兰的战争能继续打下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